各位投資朋友們 大家午安 大家好 我是任俊老師 歡迎收看台股直播室 那今天呢 加穿股價指數盤中再漲了60點 今天已經看到了18300點之上了 所以在過去2月份當中 其實我們經歷過了很多的風風雨雨 包括在情人節那天 普丁想要強取烏克蘭 然後大家開始面臨到就是說 烏克蘭如果被攻奪之後 可能半導體會產生一個斷念的危機 造成股市的一個大跌的狀況 所以大家都會用新聞去做股票 每一個人都覺得說 我看新聞就可以賺錢 我認為這個觀念上面 可能要去做調整一下 因為當大家都看到了這則新聞 每一個人都告訴你說 這個戰爭可能會開打對不對 那也有人告訴你說 如果這個戰爭開打的話 有沒有半導體產業它會斷念 那時候報紙還放了一個 半導體的芯片上來 所以呢導致就是說 哇加穿股價指數 全世界的股市都出現一個暴跌 可是就我的角度而言 我說這個叫做洗盤 理由也很簡單 因為融資的關係嘛 但是當你看到這種政經 這種國際政經情勢 這種邊緣的這種地緣戰爭的問題啊 你要你不恐慌真的非常的困難 但是你看到這則新聞 我的想法是什麼 我可以想到更多的東西 我要去思考更長遠的一個未來嘛 因為你會去想啊 媒體這樣講 可是事實上是不是會產生一個戰爭的狀態 那當時我就直接跟大家說啊 我甚至在盤後節目當中 我就直接做了一個專題 我跟大家講說烏二不會戰 裡面都有很清楚的跟大家交代 為什麼他們不會戰的一個原因 所以你看到啦 如果烏克蘭跟俄羅斯他不會打仗 那股票市場那一段的下跌 那都是假判的 那都是多跌的嘛 那多跌的情況下 你好的股票好的公司 強制股買短線上落勢的時候啊 所以我說你不用擔心行情 這種洗盤的過程 怎麼下去自然會怎麼回來 但是前提在於說 你要能夠看得見未來 否則你跟著新聞 你的老師都跟著新聞告訴你 一直在恐嚇你 告訴你烏克蘭跟俄羅斯會打起來 全世界的半導體會鍛鍊 那你要趕快把半導體的股票出清 你要趕快把這些半導體的標的賣掉 OK 那你本來好好的喔 你本來覺得說 這些股票是你覺得很好的標的 結果你賣掉了 那你賣掉了之後呢 比如像說1560的中砂 創新高上來了耶 有沒有創新高上來 你賣的位置點剛好在什麼 大家最恐慌的時間 3583的新聞我昨天講過啦 是不是也上來了 那如果說你因為恐慌 你賣掉了剛好賣在相對低檔的位置 所以我說什麼都沒有改變啦 有很多的標的 他未來的成長前景是樂觀的 你又何必去擔心 你又何必去害怕呢 那你要找到你的根本在哪裡 有所本無所據 無所本心自然就不會晃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聊說 其實你要看行情的轉折 你不是說只有單看新聞而已 你要知道說籌碼面的變化 比如像1月4號的時候 我告訴大家說 融資過熱你不要追等拉回 當時看到的融資餘額 維持率就是這麼高啊 維持率從179掉到178 融資還在增加 維持率居然在下滑 我說這個就叫做貝里 貝里哪位操盤手支最大警訊 他之後自然會跌吧 他就會做修正 那修正回來 等到大家都已經害怕了恐慌了 維持率也掉到157%的時候 我告訴你這個地方是買點 你要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你真的不要再怕了 甚至你遇到烏克蘭危機的時候 我還是告訴你說維持率的部分 163跟166 所以你要出現大跌的機會 不可能啦 不可能會出現嘛 所以真正的問題原因 還是在於融資餘額的部分 那如果說現在的融資維持率 並沒有出現一個暴增的情況 並沒有回到之前高點 180幾%的時候 那你現在在恐慌 我告訴你都是無謂的 所以回檔下來 有很多的股票可以買 有很多被低估的標的 你可以下去做切入 你可以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那等到這個機會點一旦過了 等到未來台北股票市場 真的如大家所預期的 它又好起來了 又創歷史新高了 結果你必須花更多的錢 來去做一個布局的一個動作 那如果你的老師 每天都在那邊追高殺低 那你要不要試試看改變一下 所以為什麼洪老師不會怕 因為有所本無所拒 我知道現在的籌碼面 是非常非常低的嘛 那我知道說 以台灣的經濟基本面來講 未來的成長空間 還是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如果你是走在 一個趨勢之前的人 你會知道說 當時大跌的時候 你應該是要買股票 你要趁著任何回檔的時間點 找好股票來去做切入 找好的公司來去做一個布局 向下空間有限 未來向上獲利無窮大 那我也沒有說 每一個股票都買 就我而言有所為有所不為 哪一些標的 我認為有一些股票 我就是認為說 這種股票就是不能買 它只是靠一個題材 來去做炒作的 那種沒有長久爆發力的公司 對我而言 我一點興趣都沒有 但是反過來 有一些標的 它未來的成長前景是樂觀 甚至說 我的產業基本面 還在持續的往上 甚至它有三年五年的好光景 這種公司 你不趁它拉回的時候買 你要什麼時候下去做布局 所以我覺得說台灣 你未來的機會是很大的 是很強的 尤其在這個地方 我說我要看到改變世界的新科技 那這個改變世界的新科技裡面 包括車用包括半導體 現在我納入了網通 那大家覺得 這三個東西好像都沒有關聯 好像各自就是各自表態對不對 那其實你錯了 其實這三個族群 它們是連在一起的 它們之間有一個因果的關係存在 比如像說半導體為什麼會好 因為車用非常的好 那車用 未來會成長的情況下 它會使用到大量的網通產品 所以這三個族群 它就會連媚的開始怎樣 一起往上勾 那你說源頭在哪裡 源頭現在就是在汽車電子方面 那為什麼汽車電子會好 簡單來講 如果你是20年前你去買汽車的 20年前那時候你買車的話 一台汽車 它裡面所使用到的電子零組件 大概占整台車的成本 頂多不到20% 頂多18個percent 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就已經算是高檔車了 已經很高級了 那你知道嗎 現在一台汽車 它所使用的電子零組件 包括ADAS 包括抬頭顯示器 包括很多的什麼 什麼跟車系統有沒有 這個全部加起來 零零種種加起來 一台汽車它現在的電子零組件 佔比已經高達40個percent了 70% 所以最近半導體在缺貨 就導致說整個汽車工廠有沒有 必須停工 那你就知道原來啊 現在整個汽車的電子 對於整個汽車產業的發展 是如此如此的重要 那這個趨勢還會持續的往上走啊 因為未來還有電動車 甚至未來還有自駕車 我講自駕車它要發展 那自駕車你不要小看它喔 現在已經陸陸續續的 看到一些成果出來了 甚至Google 甚至所謂的這個微幕的部分 它準備在明年 它就要開始上路了 所以這就是一個爆發性的未來 我看到的是說 就很像當年 以前手機從一個那種很智障型的手機 就只能打電話 傳傳簡訊這樣子 那現在呢 未來的 現在變成一個智慧型手機之後 當年創造出非常非常多 比如像說蘋果這種公司 比如像說Google這種公司 那現在汽車產業 開始出現一樣的變化 以前汽車 大家都覺得車子就是運輸的工具 那如果說汽車加上智慧化 它未來自己會開 它未來可以有 可以有更多不一樣的一個變化的時候 你覺得汽車產業 會不會出現一個 一樣的超級大怪獸 那這些不論你是在 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不論你是在汽車 你全部都需要台灣的供應鏈 你全部都必須來找台灣下單 所以我說台灣的未來前景 三到五年之內不會改變的 你覺得萬八很貴 但我覺得萬八非常的便宜 所以為什麼車用電子很好 半導體也會好 半導體好的時候 網通也會好起來 網通它是用什麼 如果你是自駕車 你未來就是用5G 你就是用什麼 用網通的設備 所以大家都是連在一起的 這個都是有其中的關聯性存在 那你看得懂的人 你自然不會因為就是說 烏克蘭的戰爭 俄羅斯的戰爭 甚至有人放話告訴你 半導體會斷煉 然後你就嚇到了 就我的角度而言 台股還是有很多的公司 很多的股票它是非常便宜的 尤其是你以台積電為核心 居然半導體會缺貨 居然車用電子會成長 那你以台積電為核心 當作出發點就好了 包括材料 包括設備 包括IC設計類股 我認為這當作都有很好 很低估的標的可以下去做布局的動作 除了我之前跟大家聊的 像三幅化它很便宜 你覺得它漲很多 但我認為它還有很多可以漲 那你覺得華麗便宜不便宜 一年賺10塊錢的公司 股價只有100多 那不叫便宜 什麼叫做便宜對不對 然後設備類股一樣 遜德的部分也是一樣 甚至我之前告訴大家說 現在半導體慢慢的開始疏通起來了 有一些新的產能開出來了 IC設計類股 那以前拿不到產能 現在也開始有產能 那有產能之後 營收獲利就會往上去做增加 所以這一些產業正在好轉的一個狀態 那你遇到的利空 它就是洗籌碼的一個過程 那你要看得懂你才不會被騙嘛 如果有人帶你去砍在那個低檔的位置 但你就砍在2月14號恐怖情人節那一天有沒有 那你回過頭來看 甚至帶你去放空 你現在都被嘎到天上去的不是嗎 所以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有你要懂得去做分辨 真的人家給你的 人家要給你賺錢的一個機會 你也要懂得好好的去做把握 所以一檔股票 你要從10塊錢漲到100塊錢 它本來就不是每天漲一塊一塊一塊的上去 它一定是漲到40塊錢跌回20 再從20漲到60 60再拉回 拉回之後再漲到100嘛 那最好的買點都是在這個位階點上面 最好的買點都是在這個位階 可是大部分你遇到這種買點的時候 都是有很多恐慌性的消息出來 你看本土疫情嘛 Omecone病毒來的時候 股票市場不是也跌過嗎 無二戰爭來的時候 是不是股票市場也跌過 可是同樣的 當它在跌的時候 有一些股票它就是被挫殺 那被挫殺的股票 你要怎麼下去做佈局的動作 為什麼敢買 有所本無所拒 那這種本就是你勇氣的來源 就是你能夠賺錢的一個本錢 所以我認為台股未來還要創歷史新高 但是有一些股票價值被低估的 它自然會帶領你取得長期 有穩健的報酬率 可是有一些標的 真的我也勸你不要去碰它 該換的你一定要去做調節的動作 所以我看到了 包括在車用半導體 甚至所謂未來的網通族群當中 有哪一些機會點 下個階段回來 我們繼續再講 隨機角派 運輯服務員 Let's go 運輯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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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 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叹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这个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车货现场拍照 录影五原则 车货发生五人受伤不死亡 汽车上能行驶 应尽速拍照后将汽车移至路边 一 全程注意安全 二 在事故地点后方适当距离处 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三 拍摄全景 记录车辆中止位置 以标线为参考基准 将周边固定设施 如标志 耗志等一并摄入 四 拍摄烹撞点 车损部位 及掉落物等激阵 五 避免二次交通事故及拥塞 应尽速将车辆移至 不妨碍交通之安全地点 人没事 车能动 自行拍照 尽快移至车辆就对啦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们台股直播室的现场 我是任俊 在11点到11点半陪大家一起看盘 那我虽然说跟大家谈说 未来台股行情非常的好 它会再创历史新高 但是你在操作上面 股票的选择 你的时间点的掌握 也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看到今天什么涨才去追 或者是说你看到什么股票 它看起来很厉害 然后你就跑去做追加的动作 这个就是很多人会在多头里面 还会遇到亏损的最大原因 因为他们只有一个方法 叫做追股票 那宏老师因为我本身就有金流战法 所以我的金流战法可以告诉我 哪一些股票它在低档 有人在买 有人资金在做进场布决动作 那我在搭配整个产业面 跟基本面的时候 我就会下去做切入 那你的买点是对的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那其中我觉得未来的机会点 像你以台积电为核心当作出发点 像我们之前做材料设备 那我告诉大家说 IC设计的机会也来了 那IC设计里面 我在出手的我买的是什么 之前一直跟大家聊的 8081的自新今天来到266块钱 那我不是今天才去做追加 我不是说怕你创新到后 我才叫你去买股票 我没这么纏万你知道吗 没有这么笨 我在低档的时候 就能够看到他会涨 这才叫做走在趋势之前 所以我在买自新的时候 239块钱 他这样有起吗 没起嘛 他没有涨 可是我看到他会涨 因为量占比告诉我 这些股票有人在偷买 所以强势股拉回站在买方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才会无穷大 抗讯为证会员为证 当时的抗讯就239.5元 239元我的同学们都成交了 那指数也是跌了 跌42点有什么关系 这个公司有 他未来的成长前景很好 当然我们就下去做切入 那我也没有像其他老师一样 他的抗讯出来 奇怪都是收盘之后才有这个讯息 然后他还可以回堆回来 回到这个位阶点上面下去做买进 我都没有 我在当时的买点他就是没涨 我在当时的位置的点上面 他就是涨这个样子 239块啊 那你回过头来看 从这个地方下去做布局 到今天创新高来到266块钱 这样有贪啊 没有 这不是大家最恐慌的时间吗 这不是普丁他要出兵的时间吗 结果呢大家在害怕的时候 我们在买股票 买股票之后碰上去创新高 那你觉得我今天要买吗 我有赚钱了嘛 就我的角度而言 你创新高我可以先卖一趟 回来再去做切入就可以了 这样就不用6股票了嘛 就不用追股票你就可以赚钱了 风险有限获利才会无穷大嘛 这是我们在操作的一个模式 但你的老师每天叫你去追 那错了呢怎么办 他也不知道怎么办啊 就只能叫你续报续报再续报不是吗 但是我们的操作呢 我说我必须控制你的风险 因为我们的资金是有限的 有进有出 那出完了之后 我们再找下一档股票 来去做布局的一个动作 所以我不要你再去追自新了 可是你可以留意一下 像同样的都很便宜的 像鸿康的部分啊 这个也开始有资金在买 导播帮我销下面 谢谢 看看最近的成交量 是不是又拉升上来了 那如果我的量能开始在增加 我的股价刚刚突破月均线 扣底时开始要扣低 均线要转为翻洋枪上的时候 机会是不是就来了 它一样是半导体的啊 半导体的股票哦 半导体未来检测 包括车用的部分也是一样啊 都是由它来做代工了嘛 那从它的EPS的角度来看 去年其实赚了快10块哦 去年其实赚了10块哦 那你看哦 前三季赚了6块多 所以第四季呢 它是获利是爆发性的成长 获利是爆发性的成长 那一年炭10块的工期 勾给14块 没买吗 是不是也是很便宜 所以很多人对于这档股票很厌恶 是因为它就留在这儿啊 它就在看它大涨的时候才去追啊 所以洗下来的时候不敢再买了啊 但是我呢 我是等到整理完之后 差不多了 可以了哦 基本面没有改变 技术面也很好 开始有人偷偷再买 我才下去做切入嘛 那我们这样子做法 风险最小获利也是最高的 对不对 所以这就像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的 像这种一档股票 它要从10块涨到100块钱 它不是走实现的模式 它一定是来回的去做洗盘 你的判断有可能是对的 就是说你买 过去买这档股票 有可能是对的 但是因为中间回档的过程 你被洗掉了 这种被洗掉的话 后面再创新高 我告诉你你不敢买啊 你未来你不敢再买了 为什么不敢买 它曾经让我亏钱嘛 比如像说红康啊 它从164块钱跌到133块钱 我现在叫你说 我们来去买红康 你一定会怕嘛 因为你曾经被它弄过 你曾经因为它伤心过 所以你会担心你会害怕 那你一担心 你一害怕的时候 你不敢去买它 那如果假设它未来又创新高了 你就只能忘骨而心探 但我们的操作 有所本无所惧嘛 进场之前设好停损的一个机制 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自然会有取得长期而稳健的一个报酬率 所以我说台股真的还有很多很好的机会 是你没有去想象到的 是你没有去发现到的 包括在半导体 刚聊的都是半导体的族群 那车用呢 MIH大联盟 不要小看它 真的不要小看它 如果你有去看这个 所谓的超级杯比赛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哇 今年超级杯啊 它那个广告有没有 超级杯的广告啊 以前都是这种 都是非常贵的啦 是全世界最贵的广告时段 那你知道吗 超级杯啊 现在你的广告啊 大部分都是什么 电动车 大家都是在推电动车啊 因为电动车的市场 现在就是非常的好 你只要一台哦 你只要有生产出电动车的品牌 你只要一上市 马上它的市值 就超过传统的车厂 这就是电动车现在的强项 现在的魅力哦 那你更不用讲 未来自驾车哦 我讲自驾车 车子不用自己去开 那它自然会跑 那你如果自驾车载出来的话 我告诉你 那个汽车市场的火爆程度 会超乎你的想象 那我们台湾哦 现在车用市场的市占率 非常的低 你包括连台积电就好了 你知道台积电啊 汽车晶片才占它多少% 才占它4%而已 可是未来这个占比 会越来越提升 因为台积电的产能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里面几乎全部都被车用给吃掉了 所以车用市场越来越好啊 我看到的是一个很乐观 而且很美的一个未来 那这个未来呢 你要找到股票来去做一个布局 包括我们之前在买松藤 一样啊 我告诉大家说 你如果跟着我买松藤 有没有 不要去买宏达电 你宏达电涨到97块钱 剩65块钱 那我说你跟我买松藤 当时60几块钱下去做布局 诶 说得太疼痛了啦 最近它也跌又怎么样 还在83块钱 买在这家 买在这家 你是在怕啥对吧 所以你说车用没有未来吗 没有未来的是原宇宙 还是车用电子 我们想一下就知道了嘛 为什么宏达电会跌成这样 那为什么为什么会跌成这样 那就是因为它的成长性不够强嘛 可是汽车不一样啊 汽车未来的成长性够高 而且他们又有赚钱 所以我说我最近也去买啊 像8103的汉泉 这个我们之前操作过 我又把它买回来 然后我再买回来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量占比从600跳升到160 这个大量长红棒 一根一根的往上推 这个买进去的人真的很不一样 这真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 那人家花这么多的钱买 股价跌破了成本区间 那我回到主力成本区间之下 那是不是向下空间有限 未来向上获利无穷大 今天他买一千兆两千兆 股价拔下了 谁比较怕 当然是他比较怕嘛 那我都还没有 我在买的时候呢 我的买点比他还要便宜 我在担心什么 你就不会担心了 所以一样我在买他的时候 他股价涨这样 当时2月11号的时候 我买智新一样买 我也是买汉泉 汉泉当时600跳升到160 回车支撑来去做一个布局 48.35元成交的 我们的同学买在这里 所以你就看嘛 同样车用 哇 今天汉泉怎样 最高点来到51块2了 创新高了 你拔的时候你不敢买 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敢下去做布局 我觉得这都是人性很正常 真的都是人性很正常 可是当你跌的时候 你不买 你涨上来呢 你就很多人想问我啦 大家都会想问 老师汉泉能不能买 老师汉泉还能不能再买 唉 我只能说啦 操作有所本无所聚 无所本心才会慌 但是你真的想买它 你也是要等我指令再出发 所以台股当中 还有很多的好货 包括3122这个申犬 现在大家都觉得 哇 以前大涨的时候很敢追 但是跌下来的时候 没有人要买了 可是这一根大量长红棒 预告了一件事情 这支股票呢 它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差哦 它没有你想象这么差哦 EPS开始去做成长 MCU车用关系 现在开始在缺货 它未必是一档坏的股票哦 所以这些公司强势股拉回 其实你只要买点是对的 风险最小 获利也是最高的 所以你现在还在担心害怕 我知道这很正常 那如果你想要呢 取得一个长期 稳坚报酬率的话 你真的想要像我一样 不会害怕 有所本无所拒的操作 那我建议你直接跟上脚步来 拨通电话我们吸手合作 我相信绝对能够共创双赢 感谢大家接着收看 预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会 拜拜 拜拜 创意比赛竟在运通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忘笃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电速播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同步核心抽盘团队 帮助您不再